耐良美智 森林之子 奶油斑的雪 2016年作 森子 其天真无邪的外表 精粹了耐良艺术生涯中最为核心的童年记忆 可爱的大眼及犹如树虫般的造型 呈现三角形的样貌 以孩童纯真的角度 跳脱以往作品中讽刺的口吻或愤怒 转而回归单纯平静的自然之境 耐良美智几乎不为笔下任何娃娃命名 更可知森子在耐良美智心目中的地位何其重要 森林之子 奶油斑的雪 回归手感的陶土雕塑 没有角式的天然材质 更使得它与凝塑过程找回于自己的对话 有着奶油色的温暖氛围 提醒着世人大自然所愧与人类最珍贵的宝藏 更心存感激地爱护这片土地 创作期间唯东日本大震灾发生之后 2016年日本亲身县立美术馆 庆祝开馆十周年 特别邀请耐良美智创作高约六公尺的全新尝射作品 森林之子设置于八角堂 因此耐良美智在创作之时 投注更深藏的祈祷感情 别于有着童真叛逆感的反叛小女孩 森子的温暖清新更能抚慰 震灾后对日本所带来的低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